您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 一千零零整點新聞 首先帶您掌握跟疫情相關 高雄中油大林廠 在今天有三位員工確診 他們都是屬於同廠區的同事 那麼其中中油指標個案19863 他曾經去過日前案號19733 這家紅茶店裡頭消費 而且在過程當中有過接觸 曾經在店裡頭打噴嚏 流鼻水還擰的鼻涕 可能是傳染的主要原因 那也造成了19817 以及19844也跟著確診染疫 那整個的疫調我們在了解 19863的這個指標的一個狀況之後 我們也進行擴大採檢以及疫調 那進而發現19733 19733這個個案就是我們在昨天公佈的 餐飲店就是所謂的紅茶店的這個員工 那在2月10號晚上19863 曾經到他的職場這邊去進行消費 那當天在晚間11點02分 19863以及他的友人到達這個我們昨天公佈的這個 餐飲店去消費的時候就是由19733擔任服務 那服務的過程裡面當然除了在現金交易上面的 接觸傳染接觸風險之外 那19863以及19733在內用 就是在那家店裡面一起用餐的過程裡面 當然是19863當然是拿下口罩 但是呢19733也曾經在11點06分07分08分這三個 這三個這三分鐘裡面呢 看到有把口罩拉下來到下巴的這個狀況 所以19863在當場用餐的時候 造成19733這個部分接觸風險而造成染疫 一個是給錢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去取醬料包的時候 因為這個過程裡面 其中的這個個案有打噴嚏 然後這個流鼻水的這個在擦拭 這個在醒鼻涕的這個動作 而那個時候的這個員工19733並沒有戴口罩 所以這個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把19733的感染源可以釐清